Yo 歡迎來到DBS 那我們今天要來聊聊的是英國的中型戰車 Colinware 這是英國最具代表性的二戰中型戰車 說到這台車的起源要講自1940年 身為巡航戰車大國的英國 發現自家的巡航戰車Crusader已經開始難以對付德國的新式戰車 新的巡航戰車需要儘快服役來解決反裝甲能力不足的問題 在早期的研發過程中 三家公司各自提供不同的研發方案 像是更新了Crusader的引擎 或是更新船洞和履帶之類的小改動 雖然可以馬上開始生產 但是實際上的提升幾乎是沒有 所以這些計畫都不了了之 然而這時候 勞斯萊斯進入了聊天室 並說了一句 聽說你們需要新的引擎 並拿出了如同外星科技的彗星引擎 馬力輸出達到500匹 在測試階段直接讓Colinware的急速達到變態的80公里每小時 而造成了我們現在看到的超機動Colinware中型戰車 這輛車經過多次調教 終於在1944年2月進入量產階段 沒錯 Colinware超晚進入量產 然而Colinware的故事 可是比我剛剛聊到的複雜了太多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專門做一集來聊 整個過程都蠻ㄎㄧㄤ的 聊完了歷史 讓我們來聊聊遊戲中的表現吧 他裝備了這門75毫米戰車砲 與雪曼的戰車砲性能類似 然而比較大的差別是Colinware的砲彈 依照英國的規定不能有任何的裝藥 所以後效差很多 然而火砲的-12度的浮腳和強大的加速性能 讓這輛車的火砲反應速度不錯 然而火砲的撫養腳極慢 所以如果要在崎嶇地形作戰 盡量讓火砲平舉 來確保不會花太長的時間來調整火砲的位置 正面裝甲為64毫米垂直 側面裝甲為46毫米裝甲 雖然可以在中距離擋下一些穿身比較差的火砲 但是並不可靠 近距離的防護能力就更差了 所以不要把它當作裝甲有用的情況下去 作戰會比較有成效 為了要讓其裝甲等效最大化 比較有效的做法是在敵人快要開火時 車身以45度角往前前進 讓敵人不小心打到你的車身側面裝甲 這時車身側面的大傾斜角有機會救你一命 車內有5名成組員 所以組員的生存能力還是很不錯的 但是因為彈藥擺放混亂 所以很難藏好彈藥來作戰 機動性在各方面表現都不錯 唯一的大問題就是倒退機動性很差 它的倒退速度慢到只有3公里 你乾脆往前衝來轉向 都會比你後退還要來的快 畢竟前進加速度可是變態的快 要總結這輛車的玩法 我只能說神出鬼沒是最適合這輛車的形容詞 因為你強大的機動性可以讓你每開火一次 都可以快速的轉換側翼來進行測襲 康倫威爾的火炮並不夠強大對付敵人的正面裝甲 但是你的機動性可以輕鬆的出現在地圖上的各個角落 這樣的優勢不好好使用真的很浪費 那我們最後想要問大家 在二戰中的中型戰車大家最喜歡哪一輛呢 在留言區跟我們一起分享喔 喜歡我的影片幫我們影片按讚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是DBS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